三里国中电竞队参加 今年都唱歌管党本的金表彩表现结出 从来得到电竞总金表的第三名 学生要在国行竞赛的得到优秀的名字 好像表示小朋友早时的母 都花了很多时间训练 还要检查科学学生 所以这次可以有这么好的表现 是非常不简单 一早上电竞队的学生是已经走到整身苦干 虽然训练是很糟 学生没感到辛苦 就是有这种很努力的练习 三里国中电竞队的同学 才能在这次的手机关党本的金表彩中 发挥最好的表现 早上我们七点乘操到八点 那下午就有专场课 有三节专场课来练习 这样练习会不会觉得很辛苦 不会 因为这是我喜欢的事情 三里国中电竞队参加这次的比赛 学生的表现是非常不简单 学生在古人的100公里看来 与团队的大队接力比赛 是都得到很好的名字 还好竟是得到电竞总金标的第三名 我们今年这个田径队成立已经快六年的时间 六到七年的时间 那今年也非常高兴能够获得 秋季现场杯非常多的荣耀 那也获得了这个田赛锦标的第三名 虽然这个成果是甜美的 可是在这个训练的过程当中 所有的选手都非常的努力去付出 分别报名了国南的110跨栏 跟混合五项 跟400接力 虽然这个第一名比较不容易 但只要有努力就有收获 除了高雷的核心发展运动 还好也注重核心扣押核心的状况 希望来培養每一位核心 都可以文部相传 其中就有一位童俄 翁可欣 他不只在这次的电竞比赛表现优秀 也是专后达出的第一名 平时就把老师给的课表要做好确实 就是平常就要努力练习 在比赛才能发挥出来 练习就是认真练 然后回家还是一样看书 那我们也特别重视 选手的科业的辅导 所以我们在晚上 都有加强学生的课后的辅导 让他们留在学校里面窒息 我们一直想要创造 西图国中体育班 有一个比较不一样的一个策略 就是希望说 让学生能够会运动 也要会读书 不管是电竞运动 也才是孤雅的核心 都能够收到核心 勤奋力的精神 也相信在学校的核心和核心的表现 会继续的进步 记者的核心 彩虹报道